第三回 参观画展 今天是星期天 小沙米这几天特别的忙 公司的老板要在今天举行个人画展 他与另外一位同事已经为这事筹备了十多天了 小沙米所在的公司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公司 听说老板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女人 她丈夫在这个城市是较有头面的政府官员 女人的才艺加上丈夫的关系 使这个传播公司在A市做得风光无限 前途似锦 吴爱珍也这样说时 小沙米常说 这是她心里阴暗的一面 小沙米很仰慕他们公司的老板 说她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真是太有才了 这样的女人怎么会依赖她丈夫呢 不靠她丈夫 公司照样能做得有声有色 小沙米如是说 吴爱珍不知可否地笑 你仰慕的女人也太多了 诶 还真不多 就两个 你吃醋了 小沙米边系鞋带边把脸凑过来 脚狭地坏笑着 轻轻地吻了她一下 哎呀 太迟了 我要马上走 菩萨 你上午可要来捧场 我们老板已经向我问过你好几次了 你在她那可是大名鼎鼎呢 记着十点开展 这是发生在早上的一幕 而现在 吴爱珍已经在师父的禅堂了 十点刚过 吴爱珍就到了展厅 参展的人还不是太多 嘻嘻啦啦的 她刚进门 一眼就看到小沙米 她正与一个戴眼镜的男子 和一位穿旗袍的女人 在那儿指手画脚地说着什么 这大概就是小沙米说得太有才的老板了 果然 小沙米看到她后 马上招呼她过去 并介绍说 这位是吴医生 这是郑总 啊 就文大名 我是郑美琴 穿旗袍的女人爽脑地笑着 并用力握住吴爱珍伸出的手 那份笑和浑身的热情 似乎有一种感染力 马上让人有一见如故的感觉 隔阂变时 我也是仰慕已久 我是吴爱珍 客气过后 郑美琴热情地 要带她到那边的柜壁位坐一会儿 吴爱珍看到几组米黄色的沙发 和一张茶桌 这时郑美琴说 忘了介绍吴医生 这是米朗 我的副总 郑美琴介绍米朗的时候 有一种异样的眼神 划过米朗的领 我爱珍觉得 自己的眼睛是不是太敏锐了 米朗个子高高地 面白唇红 夹着一副款式洋气的茶色眼镜 她淡淡微笑着儒雅地弯弯腰 轻轻地握了一下吴爱珍的手指 吴爱珍看不清她的眼神 但是她直觉地感到 那藏在镜片后的眼神 有一点阴险 好虚伪的男人 米朗走了 背影风度翩翩 小沙米站在米朗旁边 被衬托得像一个 不安适适的矛头小子 似乎光有一份纯真和热情 郑美琴望着米朗的背影 有几秒钟的愣神 似乎想喊她回来 再叮嘱些什么 郑美琴今天应该是刻意打扮过 身着做工精良的米黄色旗袍 在旗袍的左侧 有一抹黄色 略带粉红花尖的莲花 斜插而上 脚上是与旗袍相衬的 一双米黄色的布衣梁鞋 包跟露齿 最让吴爱珍称奇的是 她的右脚大拇指夹上 竟然会了一只彩色的蝴蝶 色彩非常显眼 似乎正从脚趾头展翅欲飞 她身上喷了香水 散发着淡淡的像池塘荷叶的气息 她的头发看上去很柔软 像小瀑布一样 卷曲着披在肩上 外珍站在她的侧面 只看到她掩映在发丝中的脸 侧影有些刚毅 脸上略是脂粉 睫毛涂了睫毛膏 被拉得长长的 微微向上弯起 这枚琴也不矮 穿平底鞋 估计也有一米七五左右 身材不算很优美 穿旗袍骨盆有点宽 但从整体来看 这个女人不能算很漂亮 但是浑身却散发着 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 我不做了 看看你的画吧 外珍说 好啊好啊 正想听听你的点评 心里医生的眼光 一定很独特很锐利 张美琴仍然大方地笑着 冲任清飞说 你去帮米总招待客人吧 我今天还请了市里的一些领导 和文化界的一些名流 估计他们晚一些才能到 你去忙吧 小沙米看了吴爱珍一眼 算是告别 爽快地答应了一声就走了 张美琴陪着吴爱珍 在展厅欣赏他展出的画 国画西画都有 而且有几幅是中期合璧的作品 吴爱珍整体的感觉是 画的创意还别具一格 但是功底不够 有些作品露出明显的败笔 在一幅女人和猫的画前 吴爱珍停下了脚步 画面是一位慵懒的裸体女人 坐在一把宽大的椅子上晒太阳 女人身子斜靠在椅背上 看上去很舒适 长长的蓬松的卷发披散下来 浓发下只勾出半张 脸上没有眼 鼻子 嘴 只在脸颊处 飞出一抹红脸 女人的一条臂搭在椅背 正在头下 另一只手放在一只猫的身上 那是一只白色带暴门的猫 醒悟地躺在女人的大腿上 温顺地半眯着眼睛 但那只猫的尾巴却画得很坚硬 而且每肩像一侧掰着 郑美琴看吴爱珍 正静静地端详这幅画 便问 怎样 这可是我最得意的一幅画 哦 那只猫是假妹吧 吴爱珍问 郑美琴笑而不答 这只猫长着狐狸的媚眼 有着豹子的野心 还流露出猫的慵懒和激情 这样的女人很恐怖呢 吴爱珍说 哈 不愧是心理医生 这样的女人可是商场杀手 哦 我喜欢狐狐狸的灵气 猫的温柔 豹子的敏捷和阴忍 既然在阳光底下 为什么要画它们冷酷的一面 你看 那只猫的眼神 妩媚之间充斥着冷漠 有那么传神吗 郑美琴大笑着 羊脸也去看那只猫的眼睛 然后笑得更欢了 我爱珍忽然发现 郑美琴在笑的时候 眼睛眯起来向上挑着 很像狐狸的眼 郑美琴止住笑 神秘地凑近她的耳边说 你说的那种女人 是情场杀手 我爱珍淡淡地笑着说 情场有杀手吗 除非有人真无情 否则杀手受的伤 会更多更重 而且不可救药 这时 米朗走了进来 说来了几位贵宾 她已安置在旁边的小会议室 并且汇报说 中午的餐饮已经安排 我爱珍寂寞说 你去帮忙吧 不用陪我 中午一起吃饭吧 郑美琴邀请到 不了我还有事 就不打扰了 郑美琴又说 同利是我的好朋友 我早就从他那 听说你太多的传奇 今天见面 果然是名不虚传 吴医生 非常高兴认识你 希望你以后有空 常到我们公司来坐坐 好啊 有空一定拜访 吴爱珍也客气了几句 郑美琴与米朗走了 郑美琴对自己的 一见如故和热情 吴爱珍终于有了答案 同利是自己过去的一位病人 而且病好后 一直对她心存感激 现在是市里一位领导的太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